迪勒森四天前开始 展开上任后的第一次亚洲之行 拜访过美国最重要盟友日本和韩国 迪勒森今天终于转开重点行程 下午风声扑扑 抵达中国北京 政治对话一中求同是最大的智慧 也是最难达置的目的 而没有两个国家 分歧会像这世界两大强权那么大 南中国海主权争议 向来是中国关系紧绷的死穴 而现在还有朝鲜半岛课题 华府选在这个时间点派人到访 暗藏玄机 到中国来 我想也是为下间段 怎么样落实领导人的这样一些共识 而且直接推动中美领导人的 直接的这个会晤和中方的对表 那么这种对表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 正在评估和形成当中 所以这时候中方的一些观点 中方的一些想法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应该是有帮助的 中国目前把打造中美友好关系列为外交政策首要任务 因此在半岛课题上 可能会答应华盛顿 对朝鲜落实进一步制裁 甚至会要求和华府加强合作 对付不受控制的朝鲜 但前提是必须平衡中朝和中美关系 避免机器抽现对中国的敌意 中国和美国在半岛问题上 我认为是有合作的这个空间和可能 一句话 光是靠这个压力和对峙 它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 你还得通过 比如说中方现在提出了一个双暂停 你作为第一步 双方各退一步 就是为未来的这个对话和这个交流 那么留下这样一个空间和可能性 不过两国要合力惩戒金氏王朝 还要看美国在萨德系统分体上 如何安抚北京当局 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 只要打个喷嚏 其他国家也会感冒 因此蒂勒森访华另一个重要任务 发出中美合作讯息 以降低外交关系的不确定性